小動物啊 小偷啊 基礎設施的脆弱性 它現在是落到警察的頭上 之前是什麼意思 欸 跳電之前 以前 之前就已經在做了 什麼叫做之前啊 最近的這一兩年 安全維護是怎麼樣 你如果不可能去電火條站崗啊 你也不可能去便電箱那邊站崗啊 警察要去查什麼呢 國土辦在日期宣布 因為台灣一直跳電嘛 有各種的小動物啊 小偷啊 等等的 所以呢 現在要提高所謂的為安的等級 要針對我們所有的基礎設施 電力設施進行全面的盤點啊 那個這個基礎設施的脆弱性 它現在是落到警察的頭上 對不對 這件事情其實更高階 是由國土辦 國土辦會綜合一起來評估 因為基礎設施它的風險等級 會不一樣 對 我知道 那根據國土辦的說法 現在電力設施是不是在邀請警方 來全面盤點是不是 是不是警 甚至警察要去做 我們在之前已經就各基礎設施的一些狀況 我們都有有盤點給國土辦過 之前是什麼意思 之前就已經在做了 最近的這一兩年我們一直在處理這件事 那所以國土辦講這是什麼意思 是說你們做的不好 所以為什麼會有出現這麼多小動物小偷 要你們加強 那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看馬上這個基層的警察就跳腳了 靠北警察就出來講了 就是說你警察行政協助 就是警察不務正業的問題 一直長期以來很嚴重 那什麼事情都要叫警察去做 那這個警察呢 基本上他又不是台電員工 他考警察的時候 他又不懂的電力設施等等相關的專業 那你去找警察去 會不會警察反而很危險 反而對這些電力 這個脆弱的電網搞不好又被破壞了等等 那基礎設施現在不是只有電網而已啊 水啊電啊電信啊 所有的公路鐵路煤氣等等這些 那這個警察不是忙不完的嗎 是 跟委員說明我們警察負責 所以現在到底是怎麼樣 我跟委員說明 國土辦盤點完哪些關鍵基礎設施 需要我們警力來做安全維護 那我們就會有進行安全維護 而不是說他的這個系統 無論關鍵設施的這個 那你們的安全維護是怎麼樣 我很難想像 對不對 去變電箱那邊站崗啊 那警察是要怎麼樣 還要 就是說現在巡邏 我們現在警察巡邏 難道電線桿也要去巡邏嗎 那個不是關鍵基礎設施嘛 那些不是 所以呢 變電設施 電塔 也是一樣啊 你警察能做什麼 那小鳥要飛過去 導致我們這個電網跳電 警察能做什麼 我請問你警察能做什麼 我想不通 那現在基層警察看了頭就很痛嘛 所以我們不會預 我們依照這個國家的安全需要 這些關鍵 我知道 那現在他們就是把問題都都推給警察 那基層警察 現在我就跟你講 基層警察就跳起來了 他們也不知道他們要去幹嘛 那你就增加了很多他的勤務跟負擔 那以後如果跳電的話 現在變成是警察的責任喔 就不是台電 不是經濟部的責任 變成是內政部的責任 這個不會是我們警察的責任 對啊 那所以這個我真的不知道警察要去查什麼呢 要去盤查這些 小動物是誰丟進來的 還是背後是不是有什麼外來組織嗎 這個警察要查什麼 我們負責關鍵基礎設施屬於 重要的 我們需要去做安全 所以其實警察很為難啊 有時候內政部也是要硬起來 幫警察講話 一定一定 不要什麼事情 警察就是什麼樣子 難為沒有辦法做的事情就丟給警察 這明明就是台電應該要負責 經濟部應該要負責的嘛 是跟委員說明 我在不同的會議裡面 不屬於 只要不屬於是我們警察依照職權 應該由我們警察做的 我們一定會捍衛啊 好 那所以呢 那你們現在要怎麼樣 加強勤務派警察去 沒有 我們現在負責的 就是重要的關鍵基礎 還是你們有沒有接到公文 最近這一個禮拜 因為他是這一個禮拜的事情啊 六天前的事情 你們最近這個禮拜 有沒有接到公文說 要強化去盤點全台的電力設施 這個我回去瞭解一下 這個生成機三分鐘喔 他就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你只要一瓶的電解液 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神 要去哪裡買呢 上快點購的網站 就可以買到了